政府立拼加碼上半年 靠國旅券充人氣 但現在疫情當前繳亂了局勢 那麼導致作用並不大 觀光局現在打算再推國旅補助 能發放關鍵就是接下來的 暑假疫情了 三 二 一 一百萬 幸運得主從五十二萬人中 抽出主題樂園 加碼百萬現金 交頭附觀光局振興旅遊經濟 不過政府立拼加碼 上半年靠國旅券充人氣 作用似乎不太大 國旅券使用力達七十二點四六 在執行期間 有時候因為氣候因素 有時候因為疫情起伏 會影響到使用力 但是有剩下的部分 我們都會把它移為 做國落國內旅遊之用 剩餘的經費 繼續投入特色團友的一個舉辦 下半年交通部傾向 補助對象針對旅遊業 推出特色團友補助 像是戶外的主題旅遊 目前已經有超過半數的旅行社 大約兩千四百多家 有意參與 一定要包裝住宿 遊覽車餐廳跟景點 觀光遊樂圍 街市還有觀光工廠等 帶動效果的旅遊產品 才能夠來申請補助 疫情在升溫 重創國內旅遊市場 從今年一月到四月 樂園人潮銳減一天不到兩三百個遊客 比起去年還少了一成多 加上五月本來就是遊樂園淡季 也導致員工比遊客還要多 疫情還在繼續燒 陳時中預告下半年也就是七月 有望國境解封 但能不能如願以償 走觀光路線的我們來講 其實是值得期待的 大部分業者都引緊期盼 開放國門希望越快越好 因為光靠國人消費 難以挽救低迷國旅 有了外國觀光客 多少也能讓奄奄一席的旅遊業 起死回生 藉著許家山 為邵宇綜合報導